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 大家好,我是大熊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解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进入第746天 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在过去24小时内 有850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2.316万人 英国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 战争两年已经有35万名俄军伤亡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估计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到2024年2月 已有约83000多名俄罗斯军人丧生 据美国情报机构2023年12月估计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军队损失31.5万人 阿布蒂夫卡战线 俄军已占领托欧南克 以北约两平方公里的村庄 奥尔利弗卡和别尔蒂奇目前相持 巴木特地区俄军对伊万诺夫斯基 赫丹利弗卡和克里什基弗卡都发起了攻击 都被乌军击退 马林卡新海利弗卡战线 俄军猛攻新海利弗卡 双方僵持 库布扬斯克克林明纳 莱曼战线 新基弗卡依然是双方交战的焦点 加布罗尔战线 乌军击退了俄军对 罗伯泰尼和维尔伯维的攻击 赫尔松地区 俄军对克林基势在必得 但如果事与愿违 乌军的桥头堡反而在扩大 还用远程导弹袭袭击赫尔松地区 斯卡多夫斯克的俄军后勤基地 俄军阵亡人数连续两日降到千人以下 俄军的攻击速度正在下降 火炮和燃油损失巨大 俄罗斯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3月9日凌晨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 俄斯托夫 别尔格罗德 库尔斯克和福尔加格勒地区 俄国防部城击落47架无人机 由于乌军的不断袭击 俄罗斯汽油已经暂停出口 部分导弹生产落后两个月 乌军的这一战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据塔斯社3月7日报道 俄元帮委员会副主席 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认为 加入北约是瑞典历史上最短视的决定之一 该国如今将被俄罗斯设为威胁 报道称 科萨切夫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写道 瑞典加入北约今天正式成为事实 在我看来这是该国历史上最草率和短视的举动之一 在此之前 欺骗瑞典是北约的半个成员 俄罗斯也没有视其为威胁 如今不会了 对瑞典来说 北约保障的不是安全 而是威胁 科萨切夫表示 斯德哥尔摩不会与毗邻的和大国保持正常关系 而是必须根据布鲁塞尔的军事理论与之敌对 从而使自己失去回旋余地 3月9日 亚末尼亚表示 正在讨论加入欧盟的想法 亚末尼亚外交部长阿拉拉特 米尔佐扬表示 考虑到我们在过去三四年中 面临的所有挑战 亚末尼亚正在积极的讨论 现有的心急 如果我说加入欧盟的想法也在这一行 我不会透露秘密 3月8日 拜登的国情资文讲话获得巨大的成功 对拜登的支持率从42%上升到65% 整场演讲思路清晰 态度坚决 乌克兰是重点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和众议院主要委员会主席 正在制定替代性的乌克兰援助计划 拟议的援助计划 可能会在3月22日前进行投票 这似乎还是一种拖延战术 毕竟在拜登国情资文讲话发表之后 众议院没有任何理由拖延投票 据央视新闻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巴安在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会谈后的时候 土耳其准备好与乌克兰和俄罗斯 主办和平峰会 已结束俄乌战争 但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 泽连斯基说 我们不明白 我们怎么能邀请那些摧毁和杀害一切的人 我们要的是一个符合正义的和平 泽连斯基还补充说 首先 文明国家将制定计划 然后才会邀请俄罗斯代表 马克龙强调援助乌克兰不应该有限制 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 如果俄军到达基辅胡奥特萨 法国将出兵 3月8日 马克龙宣布召回出售给卡特尔 阿联酋和沙特的武器 将其运往乌克兰 他强调 不止法国这么做 德国 意大利 都在与阿拉伯国家谈判 将这些武器召回运往乌克兰 3月8日 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了乌军女性军人数据 乌军的女性人数超过了6万2000人 女兵有45587人 亿3487人拥有在战争中参与者身份 超过4000名女性军人直接部署在一线战斗 国家兴亡匹复有责 面对强盗入侵 无论男女 死可到底 无拒一切 勇往直前 土耳其总统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会 试图再次调停俄乌冲突 泽连斯基则当面反对举行有俄罗斯参与的合并峰会 他说 我们不会在这样的峰会上看到俄罗斯代表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意义去邀请那些封锁 毁灭和杀戮一切的人 我们希望得到公正的结果 即乌克兰公正的和平 为此文明国家将一起制定一项计划 其后才会邀请俄罗斯政府的代表 会后在接受意大利媒体的采访时 泽连斯基进一步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希望暂停战争 目的是为了积蓄力量 为其后的更大规模进攻做准备 在占领克里米亚和占领顿巴斯部分地区之后 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可能与现在从一些媒体和一些领导人那里听到的类似 他们说需要暂停 这表明这是一场冻结的冲突 对于普京的谈判想法 泽连斯基强调指出 他需要暂停一下 这是事实 为了积聚力量 我们看到他们的导弹严重短缺 他们正试图从伊朗购买导弹 并且已经从朝鲜拿走了 他们缺乏炮弹 他们从朝鲜获取炮弹 无人机也在伊朗制造和购买 这段对话清楚地表明 泽连斯基已经意识到俄罗斯的计谋 乌克兰也正在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俄罗斯的野心 不让俄罗斯的计谋得逞 然后我们看到 为了呼应泽连斯基的这段讲话 在俄罗斯还没有遭受恐怖袭击的时候 乌克兰就先炸为敬了 昨晚乌克兰编队对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 俄罗斯媒体重要故事报道 昨晚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了塔干罗格 目标是一座飞机工厂 安武林预警机在内里进行维修和现代化的改造 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 有41架无人机在罗斯托夫地区上空被拦截并摧毁 据于当地电报频道报道 无人机对塔干罗格的袭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媒体援引当地居民的话说 发生了20多起的爆炸 袭击的目标之一是位于塔干罗格的别里耶夫飞机工厂 电报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称别里耶夫工厂燃起大火 乌克兰这次的无人机袭击有明确的指向性 就是生产维修安武林预警机的俄罗斯飞机工厂 根据卫星图像 乌军在塔干罗格南机场发现了另一架 俄国安武林预警机 据说能飞的预警机也就只剩这根毒苗了 如果把这架安武林预警机给炸毁了 那将对俄罗斯造成重创 再来看一下欧洲方面消息 面对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认怂 英国想出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昨天英国正式向德国提出用风暴阴影换金牛座 英国外交部长表示 德国可以向英国提供金牛座导弹 而英国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风暴阴影导弹 作为回报 卡梅伦表示 我们决心在这个问题 与我们的德国伙伴密切合作 以帮助乌克兰 然而他不想透露细节 也不想告诉我们的对手 我们打算做什么 这个办法不错 德国总理舒尔茨不是不愿意 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 怕得罪俄国吗 那就由英国来提供 英国不怕 这样的话也能让德国从中做个好人 而且还不用担心遭受更多的谴责 下部就看德国总理舒尔茨如何应对了 还有一个消息 其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 向乌克兰派兵之后 又一个国家响应马克龙的号召 这个国家就是波兰 3月8日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在华沙大学出席波兰 加入北约的25周年的纪念活动时表示 面对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 西方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他说 如果西方的政治家们认为 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 已经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 那么 我们就必须根据诊断结果采取行动 他也指出 北约部队在乌克兰的存在 并非不可想象 我赞赏马克龙总统的倡议 因为这是关于普京害怕 而不是我们害怕普京 波兰外长的这一表态 意味着到将来 如果法国真的出兵的话 波兰也有可能出兵 随着欧洲一个又一个的国家 愿意帮助乌克兰 俄罗斯将会面临极大的战略压力 还是劝一下俄罗斯赶紧撤吧 要不然到将来真的很难抽身 这仗本来就是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如果还不及时止损的话 那么到将来 可能会面临着更加难堪的命运 作为反抗侵略的乌克兰这一方 咬定青山不放松 坚定的跟俄罗斯斗 只要斗到底 胜利一定是属于乌克兰 时间在乌克兰这一边 欧洲那么多国家 俄罗斯就一个国家 欧洲可以跟俄罗斯玩车轮战 俄罗斯是耗不起的 再说了美国还没出手 一旦美国再次出手 这个世界终究邪不压正 经历山崇水赋拐过弯之后 乌克兰必定会迎来六岸花明 加油 伟大的乌克兰人民必胜 伟大的乌克兰为国战争必胜